第二个信号就是习近平的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就是说对朝这种决裂现在已经达到了公开化的这种程度 也就是原来江泽民时代的跟朝鲜的盟友加同志加利用这种关系 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就是冷淡抛弃或制裁的这么一种关系 我们知道在这个胡锦涛时代是吧 这个胡锦涛本人他实际上是被江泽民架空的 特别是在军队和外交这两个重要领域 是吧 实际上这个江泽民是在背后这个通过这个他的军队和这个外交部安插的人在行使权利 那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来分析几点事实 第一点事实就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他对朝政策的转变不是说他在上台之后中间开始转变的 而是说他一上来就已经开始跟这个朝鲜决裂了 当初他打破了中共的这个固有的传统 就是说没有先到朝鲜去 而是故意绕开朝鲜首先访问的是韩国 是吧 而且现在已经跟韩国总统朴槿惠见了六次面 但是一次都没有见这个金正恩 而且也拒绝金正恩访华 同时呢断然拒绝了金正恩要求加入亚投行这个申请 这个就是什么呢采取了禁韩远朝这么一种政策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习近平到现在为止就是不见这个金正恩 就是双方之间的这种这个这个关系啊 习近平厌恶朝鲜厌恶金正恩的这个暴政 这种程度已经已经是打破了外交的这个礼仪和一般的惯例 是吧 这当然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决裂 这是一种决裂的事实 其实呢我们可以分析的啊 就是实际上习近平对金正恩太鲜 实际上是针对江派而去的 是吧 因为江派是才是朝鲜和金正恩背后的黑手 第二点就是什么 习近平执政以后开始加大单方面对朝鲜的制裁 我们知道在2013年朝鲜进行第三次核实报之后 中国曾两度中断了对朝鲜的石油供应 有一次长达七个月左右 而且这一次这个朝鲜进行第四次核实报之后 据韩媒报道 现在中国方面已经在丹东地区加延了对这个通关的这个程序 我们知道丹东实际上臣服了中朝贸易的70%多 然后呢又是双方进行这个观光和进行个人贸易的一个重要地区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制裁已经开始了 而且我想力度会更加大 第三点就是什么 在国际社会这个层面进行制裁 实际上2013年中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对朝的这个制裁 这次也加入了 而且我想力度会更大 这就是第二点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对朝政策发生了一个根本的重大的改变 而这个改变是从一开始执政就开始的 这是第二点信号 第三点信号就是习近平坚持朝鲜的无核化 和坚持一种务实的中民生的这种对朝政策 我觉得习近平跟江泽民在对朝鲜的政策上面有两个根本的不同 第一个就是江泽民实际上他们这一派啊 讲的表面上也是那个朝鲜这个无核化取核化 但实际上他们暗中通过各种渠道是吧 给朝鲜这个核技术啊核原料啊核设施啊 甚至有的报道说是他们直接就把核弹运到朝鲜 是吧 不管怎么说 朝鲜现在拥有了核武器 这个就是江派当时也造成的一个恶果 而习近平所做的实际上就是严格的从态度上和行动上 都不让朝鲜拥有核武器 是吧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第二个区别 实际上好 这个习近平是务实的 同时也是重民意重民生的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这个这个核武器啊 朝鲜拥有核武器 他是讲的是针对美国 其实他这个核武器是打不到美国去 因为他这个导弹运载能力不行 打不到美国去 是吧 那么实际上这个最现实的受害者 就是中国境内的老百姓 为什么 这个朝鲜的领土比较窄小 是吧 他这个核设施 这个核试验场都离中朝边境很近 因此很容易就发生这个这个核泄露啊 是吧 核污染啊 这次明显的就发生了这个地震 是吧 这个中国境内明显的感觉到 是吧 而且也可能诱发这个长白山的这个火山喷发 是吧等等 总之会对中国境内的这个生态环境 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的威胁 是吧 所以从这一点出发的话 我觉得习近平从一开始就是强调朝鲜去核化 从来都没有退让过 而且从民生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老百姓在网上实际上早就在强烈的要求 甩掉这个朝鲜这个包袱 因为一方面的话 朝鲜实际上就把中国的人民的名字名高 给吞堵了 是吧 他给中国造成了经济负担 同时这个朝鲜的核试报 也对中国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 是吧 那因此呢 我觉得习近平这个实际上从民生的角度 是吧 实际上是抛弃了 那个中共的传统的这种意识形态 是吧 以及针对这个江派的这种 不顾人民死活的这种政策 是吧 分道扬镳 这个就是第三点 第三个信号 就是习近平实际上是传达了一种 强烈要求无核化和重视民生的这么一种信号 总而言之 习近平强烈的回应朝鲜核试报 实际上是在迎头痛击 他背后的这个江派势力 那么从这点来推断的话 我觉得今后朝鲜局势的发展可能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习近平在国内打僵的力度会不断加强 斩断这个朝鲜背后的江派黑手 第二个就是在国际上会配合国际社会 从各方面对朝鲜进行制裁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